Hello大家好,我是桑杰 这次我们要带大家一起体验一场 TACO生死豆 最参赛的学术们都是我们精神台北讨论度非常高的塔可名店 塔可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一家,马丘墨式饼铺 在台北有两间店面的马丘墨式塔可 光是看外表就可以发现 软皮与脆皮玉米饼之间配料的差别 先一口咬下脆皮的豆腐塔可 饼皮清脆没有厚重的油耗感 拿在手上属于干爽无复旦的类型 不过越嚼越后面就发现 马丘的豆腐配料竟然是炸过的白叶豆腐 那淡淡的牛奶感香气与玉米饼香气融合 再与有柠檬酸香的番茄沙沙丁搭配 有种中西合并的酷感 不过番茄沙沙丁不属于烟入味的类型 所以整体口味偏淡 个人觉得他们家的墨西哥辣绞肉口味 味道非常清淡 可以明显感受绞肉偏瘦 所以整体粉渣感较重 比较没有油脂滑顺感 这口味不太推荐 而软皮他口里面的牛排 有如番茄丁大小的小肉块 越嚼会越多汁越香 比起他们家的脆皮 我更喜欢软皮多一点 一入口可以吃到玉米粉最朴实原始的香气 以及软皮才能感受到的微微韧性 带有一点点厚度 但又非常好入口 马丘莫式饼铺 在众多塔可专卖店中 调味属于非常清淡的一家 整体没有什么激意点 个人不会特别回访 第二家丰富墨西哥菜 位于中正纪念堂附近的丰富墨西哥餐厅 据说是在台湾的外国人都非常推荐的 道地墨西哥料理 塔可才一上桌 我们立马被吓到 小小一片塔可皮竟然放上满满的肉 迫不及待的咬下手丝猪肉的口味 猪肉丝整体偏瘦 但却丝丝分明不软糊 塔可底部还有含油脂与焦织的汤汁 而软玉米饼香器属于不强味的典雅玉米香 所有元素一起咀嚼融合 湿润度 咸味 口感都非常和谐 必时说各位一定要淋上旁边附的绿酱做搭配 那薄薄的墨西哥辣椒清香感 而猪牛混合的口味拥有双重的肉香与口感 带有厚度的牛肉片块腌制的非常够味 点缀猪肉末带有粘性的肉渣感 这个口味稍微叫重咸 但个人非常推荐这颗 一定要配上满满的绿酱与番茄沙叉丁 加越多整体会越和谐 好吃程度会再加倍 其实蛮多塔可店的配料需要另外再加点 例如有洛璃酱 酸奶 起司 番茄沙叉丁 豆泥等 所以各位可以依照自己的个人喜好再加点 丰富墨西哥菜 道地却又不过于强烈的异国口味 适合全家大小来吃 塔可CP值非常高 我一定会再回访的 第三家 娜拉的墨西哥美食 这间是一间有卖墨西哥卷饼与taco的街边小店 而塔可总共有手撕猪与手撕牛这两种口味 配料可以再另外搭配 他们家使用的是面粉饼皮 这类型的饼皮就不会有玉米香气 大部分都是做软皮居多 特具的香淋拌饭 粒粒分明不软糊 是有Q感的米饭 没有过重的香料味 只有淡淡的凝香 非常有记忆点 手撕猪与牛肉的部分咸度较高 都在口中的占比 比较像陪衬的角色 个人觉得在位置上有更多体验的是 里面的酸奶 沙沙酱 豆泥等 除了口感层次十足 这些配料的汁水 会随着时间渗透到米饭里 每一口吃的都是不同的感受 即是小小的两颗塔可 吃完却又非常明显的饱足感 那拉的墨西哥美食 香淋饭非常有记忆点 整体便宜又饱足 可以看见许多外国学生族购买 是个能快速在街边饱餐的塔可 第四家 爱迪墨西哥餐厅 位于异国料理战区天母的爱迪餐厅 是由墨西哥以加拿大人的爱迪所经营的 听说爱迪开店时 还请母亲亲自来台试菜 确认口味 而最幸运的是他们的两种塔可皮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首先我们先来吃下加州鱼排 配上软面粉皮的塔可 一口咬下 那面粉干烙过后的焦香 包袱着带有厚度的坦润饼皮 是我目前吃到最好吃的面粉饼皮 再搭配超大块新鲜炸鱼排在嘴中翻搅 真的太好吃了 我也很喜欢它的番茄沙沙丁 咸度与酸香有稍微透进去 但却又饱有口感 再配上辛辣感明显的生洋葱 与带有酸感的红酒醋 咸洋葱 一种食材呈现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层次整个level up 再来是乐野牛排 配软皮的玉米饼皮塔可 我的老天哪 这个牛排也太软嫩了吧 不可能在塔可里面吃到5分熟的牛排 带有厚度的玉米饼皮 使用较大颗粒的玉米粉制成的 所以香气更为饱满铺湿 搭配带有墨西哥辣椒香的鹿酱 再缭绕着美式牛排 可带有胡椒与海盐的调味 美末融合的非常平衡 最后是香料珠搭配脆皮玉米饼塔可 个人觉得猪肉丝稍微偏干瘦 再像乳香干的起司丝 干爽的生菜与味腌制的番茄丁 整体调味比较轻 饼皮炸得不错 算厚实 但最终又带点空气的蓬松感 咬下去非常不过瘾 但个人比较推荐别的口味 爱迪墨西哥餐厅 自制饼皮非常深得我心 我会为了饼皮特别刨到天母 只为了再次回忆那充满温度的味道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昨天使用到的好物 香载居家的床包 还有那个熊冷被 这个熊冷被真的超级舒服 我会知道这一家是因为 某一天我去欣欣家住 他就给我盖这个被子 我就跟他说 这条被子哪里买呢 赶快跟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香载居家今年初就有两感被 我家没有冷气的人 用这个最准确的好不好 我目前睡过真的是很滑嫩的棉被 我竟然会用滑嫩来形容一个棉被 给我来这个不孝女 清楚肌肤的柔感 比老公再还好 老公那不行太热了 不要这么快就开始使用我的被子 老公那已经说要给我了 这个是今年 補睡到真的很舒服的棉被 再来是他们的床包系列 我其实有先去门市摸过 他们每一个系列床包的材质 唯一就出两款 我摸起来最舒服 我最喜欢的 第一个觉得是这个天丝两被 它不是那种很假的丝滑感 这种材质就很适合 夏天很怕热 衣服穿少少像是補睡的人 我觉得就很适合你 那第二个床包的材质呢 我推荐的是这个双层纱系列 它跟天丝比较不一样 是非常透气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是会很容易流汗 你都要又怕闷的话 这种材质就蛮适合你的 我里面附的枕头套 它这边旁边有蝴蝶结 可以让你把它绑起来 很Q 就是你上床穿脚 心情就会特别好 香载居家限时弹购 8月19周六之前 使用FWISH 85折扣吗 全管人都会打85折哦 我就不说了 怂冷贝 今夏真的必买 睡成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五家 MASA MASA是由慕美餐厅的前主厨 副主厨一起开的店 光是听到这边 就知道它来头不小了吧 也是牛角肉炸皮塔可 一口有下 你明显感受到 浓浓的美式番茄肉酱感 而不是漠视重口微辣的路线 这也是目前吃到的 炸玉米塔可的类型中 肉量最多的 生菜占比不过多 番茄沙叉丁调味足够 保有口感 再配上也如 多利多姿般 保住的玉米炸皮 完全秤通了肉酱的甜香 湿润口感 起司牛家肉软皮的塔可 是目前看到起司给的 最浮夸的塔可 原味的第一口 就会被炖牛家的肉鲜香 与满满的起司咸感给吓到 但若再配上口感明显 带有酸甜味的红酒醋洋葱 以及湿润中富含满满植物 有质感的酪梨酱 你会觉得好吃很多 而那外干脆那台软 厚度差到好处的玉米饼皮 表皮烤过的香气 非常突出 个人非常喜欢 MASA 充满名厨光滑的塔可店 可以感受菜单设计的用心 它或许不是最传统的 但绝对是最精致的 第六家 墨西哥料理 位于大安居的这间餐厅 也是墨西哥人经营的 这次我们点了塔可拼盘 里面各有猪脚肉 猪肉丝 牛肉 鸡肉丝的口味 它们的塔可是用双层的薄玉米皮 直接包裹肉料 一旁附上沙沙酱 与洋葱丁的方式 是目前吃下来为止 软玉米皮中肉量最多的 这里面个人比较喜欢牛肉口味 那牛肉片爆炒的饱满国旗 越嚼越香 层层堆叠 缭绕在鼻腔之中 而肉片选用的是肥瘦均衡 还保有筋膜感 与软骨摇感的部分 咸度较高 一定要搭配沙沙酱与洋葱丁 提升整体层次度 需要注意的是 饼皮非常薄 即使已经堆叠两层了 吃到最后还是有可能 因为烫至尽头 就导致整个塔克破碎 墨西哥料理 这间走的是双层薄皮塔克 每个口味热量都非常惊人 除了牛肉之外 其他口味较有记忆点 个人不会特别回放 第七家 是酸酸 位于公馆的这间墨西哥料理 非常特别的是 塔克只有周二限定 其他天是吃不到的 一份总有鸡牛猪三个口味 我们先吃鸡肉口味 让外皮带点过油厚的微微酥感 中心甘爽的坦韧感 还有玉米淀粉纤维颗粒与饼皮 独有的酸香 真的太好吃了 而不干柴的鸡肉块 与饱满的香料气息 搭配香甜微辣的凤梨沙沙酱 让所有不同面向的味蕾体验 提升到非常高的层次 牛肉口味的塔克 一入口带出芬芳自然香气 而后蔓延上来的是 牛肉本身的干纯肉香 吞发是口腔的每个深处 最后点缀的是起司的奶香 太满足了 猪肉口味的塔克 整体油脂感 香料感 辣度 都相较前两个口味 在更为厚重 配件酱一定要加很多 就算肉质不是最顶的 但整个口味的感受度 还是非常突出 每个面向都表现得非常完美 是目前吃到印象最深刻 也推荐所有套客 此生必防的一间 第八家 塔克老爹 这家塔克也是有分成软皮跟脆皮 而巴哈鱼跟牛排的口味是软皮 不过感觉吃起来 应该是现成的面粉皮 巴哈鱼加的外酥内嫩 非常鲜美爽口 还带点鱼肉的汁液 而番茄沙沙丁腌得比较透 所以比较没有口感 整体咸度偏咸 没有太明显的香料感 牛排口味虽然厚度很足够 但个人觉得吃起来 很像越嚼越香的厚实牛肉干 而不是牛排 不过搭配调味过的酪梨酱 可以增添一些泥状的湿润感 但整体还是偏咸 我们还要再加点一份玉米脆皮的卡兹牛 整体高一菜丝占比比较多 肉是属于带点颗粒状的小碎粒 玉米饼皮的部分 个人觉得应该是炸的油温偏低 所以吃起来比较硬实 而不是酥脆的口感 这个口味个人觉得可以不用点 塔可老爹 口味选择非常多 但个人觉得 无论是饼皮与口味的部分 比较没有让人惊艳的感受 现在要来公布我心目中的前三名 第三名 爱迪墨西哥餐厅 最有温度的饼皮 喜欢到想爆买十包带回家 第二名 丰富墨西哥菜 整体非常耐吃又有层次度 是想让人再次回味的好味道 第一名 墨西哥料理 吃了一次就念念不忘的塔可 你还不试试吗 我是桑姐 如果喜欢我 或想知道更多食物大门豆系列的话 记得订阅我哦 还有小铃铛 再开电话 记得帮我按个赞哦 平常我也会在IG随手分享 新发现的美食 欢迎大家点下最终哦 好啦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